这里的天空很难 这里的海风温和 一切都是我想要的生活 一切都是这世上最好的恩赐 芬兰是一对本最近的欧洲城市 从对本而来的幸会 独自在风景如画的芬兰首都 经营着一家日式餐厅 并且为这个餐厅取了个很独特的名字 海鸥食堂 因为看着圆圆胖胖的海鸥 在港口走爱走去的样子 从当心会想起自己曾经很爱的小肥猫 因为喜爱 所以总是为了妈妈为她吃了很多很多东西 后来小猫变得越来越胖 就这样吃死了 在小猫死后的一年 妈妈也被卡车给撞死 芬兰很爱妈妈 但奇怪的是 有点眼泪却比小猫死的时候要少很多 芬兰喜欢一切圆滚滚的东西 喜欢他们享受食物的满足感 但也希望以简单却温暖的日式饭团 留住可恋的心 可是事与愿违 当地很少人愿意尝试这样的口味 所以餐厅经常空无一人 然而行为却并没有因此改变风格 去迎访顾客 就像一个人坐在捷径的员工餐桌上 享受阳光的温暖 也很惬意 终于一天清晨 还有食堂迎来了他的第一位顾客 一位年轻的小帅哥 这位小帅哥 是个第一道道的日本文化迷 他问信慧 能将他日本有名的动画片 可学人者人的主题曲吗 这让信慧来的兴致 可却反复地唱了第一句歌词 因为纠结了想不起后面的歌词 所以 信慧特意来到一家书店去找资料 突然 他看到一个日本女人也在看日漫 走上前心智勃勃地询问 是否知道科学人者人的歌词 对方想了一会 便小声地唱 便把歌词写给信慧 而这 就像一个触发器 瞬间 让信慧想起了剩下的歌词和旋律 两个人不由得 愉快地哼起歌来 异国他乡 共同的归属感 让本来陌生的两个人 瞬间 亲切起来 在交谈中 信慧知道的女人的名字 叫做小绿 而令人惊讶的是 小绿选得到芬兰旅游 只是因为闭着眼睛 所以 在地桌上指中了 信慧好奇地问 难道选中阿拉斯加 也会去吗 小绿点了点头 或许 这就是所有人 梦梦已求的自由 一场所走就走的旅行 之后信慧大大地 把初次见面的小绿 给带回家中 并乐情地准备好日本的饭菜 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 小绿竟然不知不觉地 流下眼泪 信慧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问 每一个走势在路上的灵魂 总会带着一段悲伤的故事 如果愿意说 就用心倾听 不愿意说 也绝不打谈 这是最深的理解 也是最深的安慰 梦梦幸会的善良美好 小绿主动要求 留在食堂帮忙 其实与其说帮忙 倒不如说 是陪伴 因为小小的食堂 每天 都只有那位小帅哥 并且食堂的第一位顾客 总能享受到免费的咖啡 每天的路不复出 让小绿有点担心 他提出 隆隆把食堂的广告 登载在旅游手车上 吸引日本人 可信慧只是顺其自然 他相信总有人喜欢的 要朴素的口味 而就在晚上 食堂快要打烊的时候 又来了一位客人 这个中年男子 在电话饮食了很久很久 他慢慢地走进食堂 点了一杯咖啡 他缓缓地端起咖啡 细细品尝 隆醇的咖啡 缓缓地 留情胃力 男人不由自主地 发出赞叹的声音 可是 突然 他对欣慧说 你可以做得更好 这让欣慧牵去地 马上请教蓝人方法 对方很熟练地调好咖啡 并且还神奇地 对着咖啡试了一句咒语 世界上最顶级的咖啡 仿佛有了这句咒语 咖啡就真的成为了 世界上顶级的咖啡 所以当欣慧品尝时 味道真的变得 更加的香醇美味 于是 欣慧如何泡汁地 按照同样的方法 泡给小帅哥 做了一杯 这样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其实 那什么咒语 只是心脏则灵罢了 而小绿 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来吸引顾客 他把饭团中 普通的梅干 换成了各种各样的海鲜 然而令了失望的是 效果 源源不及单独吃海鲜 那么美味 其实欣慧始终觉得 饭团配梅干 才是最好的 无论是在日本 还是芬兰 重要的是记忆中的味道 就像可乐 就是可乐 没有什么口味 能够替代 但是机智的欣慧 还是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 那就是做 鬼肉卷 而鬼肉卷的香味 真的吸引了路过的阿姨们 海鲁食堂终于开始有了正常的收入 然后在这段时间 海鲁食堂的桌窗外 总是莫名其妙地站着一个女人 并且 这个女人总是一天严肃的 饮食的幸会 尽管幸会有点莫名其妙 但还是友好的 朝女人微笑 可可天 女人又站在桌窗外 凝视的里面 也就在此时 另一个顾客 遇到一觉上的 走进了食堂 她名叫正子 她走进来后 就坐在餐桌上 蓝蓝的对幸会说 自己读自到芬兰旅行 可是行李却在下飞机时 浓丢了 并且不得人工作效率太低 始终 没有找回行李 而之所以回到这家海鲁食堂 更多的 还是因为幸会的小龙 但幸会即使生意冷清 也能露出温暖的表情后 她感到更加的羡慕 羡慕她 能够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羡慕她 能够放弃世俗观念的强大心态 可反观自己 一个行李箱 就让自己皱着眉头 而幸会 却告诉正子 自己并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这句话 突然点醒了正子 隔天 她就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 露出了 惨难的笑容 而幸会 也真正夸在正子 就在此时 没完那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又来了 并且这次 她不仅仅是在观望 而是直接走了进来 然后不客气地坐下 她点了一杯 非难的烈心烧酒 你能提笑皆非的事 她喝了一杯 就直接醉倒了 无奈的幸会 只得把人送回家 而正子 始终情不相随 贴心地照顾这位女人 并细心地 听着喝醉的女人 喊恶呼呼地诉说 丈夫抛下自己 一去不回的伤心话 明明不懂了非难遇的正子 却似乎 感同身受地 认真聆听 不管到哪里 伤心的人 还是伤心 孤独的人 还是孤独 而这种情感 甚至不需要用语言 就能传达 怒目的情绪 总能产生特殊的磁场 从会影响他人 到了第二天 正子照常的到海洋餐厅 点了一杯咖啡 仅为好奇地问正子 是否曾经做过护士 问人怎么会那么熟练地 照顾他人 这个虚困 让正子慢慢地低下了头 一段回忆诉讼 由此展开 二十年来 他一直照顾着 卧病再重的母亲 知道前不久 母亲逝世 他带有时间出来旅行 而之所以选择芬兰 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暗宁和平 吸引着他 突然 乔帅哥告诉正子 因为有绿色的森林 才有暗宁和平的芬兰 这句话 让正子仿佛 路有所思地站起来 说我要到森林去 而正子 就真的前往了绿色森林 他独自一人 在地域昂然的森林里 踩在蘑菇 这天地间的温和临近 仿佛都在这里 可是等他回来 秦卫问 你踩的蘑菇呢 正子迷糊地笑着说 我踩了很多 可最后 都不见了 有些时候 有些东西失去 便是得到 得到也是失去 而接着 经营过来的女人 请站到海洋食堂来道谢 从此 这间小小的温暖食堂 又多了一个常客 四个女人 一起去看看海鸥 去跑桑拿 享受生活的愜意 然后等他们回到店里时 却惊恐地发现 店门是开着的 心灰谨慎地走进去 看到曾经叫他 做咖啡的男人 原来男人 曾经是这家店的主人 卖的是自己最喜欢的咖啡 可是最终经营不善 而倒闭了 就只偷偷前进来 只是想拿回 自己没有带走的东西 心灰温和地 看着这个失忆的中间男子 没有怒骂 也没有质问 只是愉快地走进厨房 大家都有点饥饿 陆陆续续地把饭团都吃完了 没有想象中的美味十足 也没有想象中的难以下咽 至此刻的朴素 满足的是 踏踏实实生活的味道 男人抱着自己的东西 走出海鸥食堂 突然 低头发现自己的衬衣上 占有一粒米饭 他珍重地拿起放到嘴里 向着阳光缓缓走去 没过多久 饭团就正式成为主菜 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每天弄一步绝的人 挤满了简单干净的小餐厅 幸会 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可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 郑子的行李 吵了回来 还是告别的时候了 可是当郑子打开行李时 里面却是自己所采摘的金黄色蘑菇 而正当他询问 是不是拿出行李时 一个经常在港港参部的老人 忽然饥放了一只小猫 给郑子 这回 他又走不了了 聘名 海鸥食堂 德式相接 福活相连 一切随意而安 就极好 但这份随意而安中 也藏有一份对自我的坚守 生活中的大小事 就用心去化解 等等和善和纯真 会将所有问题都处理掉 生活 不就是简简单单 每天都开开心心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 我是少年 如果喜欢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